Hello 很久沒有在這個書房錄影了 其實上一段影片大家也看到我 其實有些未病好的跡象 這幾天都是病病的 留在家裡工作 唉 剛才看完醫生 我想 唉 都錄完他 錄完他後我就休息幾天了 所以今天就不要回室室了 今天的內容分幾點 重點是說回全球的病態樓市 以及現在全球正在面對的樓市的重大影響 另外也會說少少韓國的住屋 因為始終我住在韓國 因為看到很多東西跟香港有點類近 我一會兒也會和你們說多一點 另外一部分我會說一說 很多人問我的問題就是 租還是買呢 這是很多香港年輕人正在面對的事情 所以今天也會說少少我的看法 純粹是我自己的看法 雖然我是說全球是樓市的問題 但其實我覺得部分是關香港人都需要知道的 不妨也聽聽韓國這個故事是怎樣的 我是2020年年初的時候來的 剛好撞到疫情期間 其實在整個疫情期間 大家都知道全球都是量化寬鬆 引銀子、低利率、減息 去刺激提振的經濟 所以韓國和全球的樓市大部分的走勢都一樣 在過去的兩年多以來 是升到很誇張很誇張 因為國家都面對這個資產泡沫的問題 不難理解 有香港人就一定熟悉 當樓價上到這麼瘋癲的價位 很多人上車難 年輕人一上車很難的時候 就會開始叫苦連天 說回韓國上任的總統文在寅 他上任的期間內 整個韓國的樓市總共升了超過一倍 以首義來說 中心地鑼來說 平均的樓價是100萬美金左右 就是一套的房屋 但是在他在任期間的這幾年 韓國的家庭收入是有下跌的 我想跟很多疫情中的國家都一樣 很多人例如失業 或者轉做散工 沒有一個穩定的工作 韓國跟香港一樣都有公屋 但是沒有我們所說的居屋 政府怎樣幫那些人上車 就是利用一些補貼 等於市價的 大約七折就可以買到這間屋 聽到很划算 怎樣做這個七折呢 就是他們計分的 什麼是高分呢 例如你剛結婚 有小朋友 或者你從來沒有置業過 甚至是在那個區域裡面 你已經住滿了超過一年 或者兩年 他都會嫁婚 因為你本身叫做原住民 他覺得你在這裡生活了這麼久 這些種種的計分制 他們就填表 入表就好像抽籤 但是其實在說 譬如在大家很熟悉 韓國的江南 江南是一個走耳的一個很熱門的地區 就算你在說夠分或者高分的人 都很多很多 所以就算你很高分 你只不過是入場去抽籤 就是抽籤 抽中了才是你的 有些韓國很熱門的地區 在說幾千人才中到一個 每一個地區有分不同的抽籤中籤率 有些沒那麼熱門的地區 可能四五十人就中到一個 或者二十幾個人都可以中到一個 但是很熱門的首爾中心區 基本上是很難很難很難去爭的 為什麼過去這幾年樓市是升得這麼瘋癲 其實價值觀很有關係 很多人都以為樓市是會一直上升 不會跌的 你有錢就買吧 抽中了先吧 抽中了再想怎樣去付錢去買 其實聽起來有點像 香港的情況也是 過去這麼多年大家都看到 比如說香港人為了上車 寧願死省死底 怎樣都好 傾盡全家的人力物力資源 韓國人都是 那時候我多認識一個人 他抽中了很開心 在首爾中心區 他是做一個保險經紀 他老公是教書 他們只是補習社教書的形式 其實他們收入穩定都可以啦 但又不是很高濕的一族 那時候我會問 你給那時候是否吃力 因為那時候已經是百多萬的美金 八百多至九百萬港幣 不管了 既然抽中了我們便會有辦法 可能問一下這個借 問一下那個借賣的東西 怎樣都要上車 跟全球很多地區一樣 過去兩年來 升了那麼多 有樓的人就會開心 但沒有樓的人就很慘了 看著樓價 日升日升 上車無望 那怎麼辦 我們是否沒有上樓的空間 其實韓國這些投訴 都是很多很多很多 過去是非常強烈 尤其是年輕人的聲音 我記得在六月那時候 有個加密貨幣塌市的時候 其實當時他們叫FSC 即韓國的金融監管機構的人 我就出來說 我們叫了你們很多次 是一些高風險的產品 即是你們投資都要量力而為 為甚麼我們說了那麼多次 那些年輕人都是不聽呢 都是要不斷地湧進去呢 那些人是傾盡全部自己的身家 買進去 all-in這些crypto 所以現在跌了 那他們便承受 要承受這些風險 即是說到好像你們自己拿來的 即是我們香港人這樣說 他這個說話出的時候 韓國的年輕人的反應是非常之大 即是他們很生氣 根據FSC的統計 20至39歲的crypto的投資者 在韓國來說 大約有308萬人 這個年齡層 即20至39 就有1343萬人 即23%的人都投資了在加密貨幣市場上 簡單說一句 即是5個韓國的年輕人 就有一個是有買這個加密貨幣 那在韓國FSC這個高官 出了這個言論之後 就很多年輕人就很大反應 這個說的是幾百萬的年輕人 其實都有買crypto 他們就申訴 他們說你們這班人 在上一個年代 你們還可以用樓 靠炒賣的樓去賺錢 但我們這些樓價這麼貴 去買crypto是變成我們唯一的出路 所以我們才去all in 所以我們才去炒 他們覺得只要現在我們把握這些機會 可以賺到幾百倍幾千倍 在crypto市場的話 才是我們唯一可以上樓的機會 好過日做夜做做幾十年都買不起這樓 簡單來說 他們覺得買crypto是出人頭地的捷徑 也是他們唯一的選擇 那跟全球的走勢一樣 去到2022年年初開始 一個加息的週期一開始之後 韓國也接著加了很多次利息 那現在說他們的房屋貸款利率 已經升到去九年以來的最高位 也都令到韓國的樓市急速降溫 說在首爾買賣的交易量 這些樓和去年對比跌了90% 其實我自己住這一區 都說這個價位跌到兩年前 這裏是美國40年以來最高通脹 韓國是24年以來最高通脹 這OK啦 就是Ben Ocroyer 他現在已經加了很多次利息 看看上次最低位是0.5% 現在已經去到2.25% 說年尾會升到2.7% 暫時他們未見到何時結束這個加息週期 那好了 那加息最大的影響是什麼呢 在供樓的那班人 尤其是買了很久的那班 他們買的時候的價位是很高的 那就是在加息的時候 你每個月要付出來的月供的價格 每個月供的價格就大了 說的是首爾很小的一個單位 是300多萬的樓 加息之後 對比在一年之前 已經要交多大約三四千元 每個月港幣這個供款 就是on top自己的供款 還要多三四千元出來 那現在他們的平均底下貸款的利率 是大概5-6% 那那個FSC也估計了 如果這個底下貸款利率 平均去到7%的話 比不起供款那班人 會很多會出現到 那他們說到7%的時候 就至少增加50萬至190萬 這些家庭會出現銀主盤 那這個是加息對韓國人的 一個很重要的影響 就正如我剛才說 他們這兩年是壓住自己 所有的錢在一間屋裡 所以在韓國有一句說話 就叫做 賣了自己的靈魂給一間屋子 在看資料就說 韓國人最大的財富創造工具 原來就是樓 至2021年來說 73%的家庭總資產的投資 都放在樓上 其實我不肯定跟美國加拿大相不相似 但我可以也挺肯定的說 至少跟香港很相似 香港人一生都是壓住大部分的財產 金錢在樓上 結果在加息週期一開始 韓國現在首當其操的人 就是一班收入一般 不是特別高 但那時候是靠靠靈魂去上車的 這班人就面對一個很嚴峻的問題 就是供不起了 韓主款 那香港會不會跟隨加息呢 現在是最多人問的問題 首先了解一下這個加息是怎樣做 美國加息不等於香港就一定要加息 因為美國加息 但美金和港幣有掛鉤的關係 所以就做了一個賺息差的機會 那賺息差是怎樣做呢 就是那些人借港幣去買美金 那借港幣就是對港幣的需求大了 令到銀行之間裡面的港幣的數量就會少了 所以銀行的拆息也會上升 那如果拆息一加的話 借港幣的成本就會增加 所以要看香港會不會去跟隨加息呢 是要看港幣的供應的數量問題 那當然啦 還要看香港本身自身的經濟因素的問題 簡單來說 美國一加息就影響到銀行之間的拆息 那拆息一升的影響就大了 拆息的影響影響到私人貸款市場 那也影響到卡洞 所有的貸款都關事了 即不是單單只是公樓方面的貸款問題 那所以呢 加息是一個很小心很小心才可以決定的事情 因為它影響的是整個市場上面的需求運作 加息也會打擊了一些企業的借貸成本 所以也會間接地令到經濟緩慢了 所以加息其實是一個降溫 對經濟或者是不利經濟發展的一個動作 再說回最多人問了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租還是買呢? 一跌少許是否買入的時機呢? 我應該趁現在機會上車呢? 用一個學術少許的角度 學術就是租金的支出 不能超過收入的30% 這是一個黃金定律 當你超過了30%的話 即是說你個人的財務運作 就已經開始受到影響了 例如你月入是2萬元的話 你租樓的支出是不應該多過6000的 另外一個呢? 關於買樓的支出的比例 書本上學術上的原理就是28%和36% 不要想多了 不是說身材 不是說尺寸 28%指出是你房屋貸款、稅項和保險金 這些財費的所有東西 用於你屋上不應該多於你收入的28% 而36%是總債務 你的總債務不應該超過你收入的36% 總債務不只是說房屋貸款 還有信用卡、私人貸款、學生貸款等等 加起來 OK 剛才就不斷強調了 這個學術上的數字 學術上的數字是有backup的 即是說你超過了30%、28%、36% 這些數字之後 其實已經影響到你個人的理財 以及你的財務狀況 但是 要再說幾次 但是 在香港來說 香港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在過去的幾多年之前 已經超越了30%很久 很多人都不是單止 租房屋是超過30% 也很多人的公樓負擔 不是單單的28% 但事實又告訴你 香港的樓在過去10年以來 就算是這麼超出了大部分人的負擔能力 樓價仍然是不斷上升 所以我會很明白為什麼這麼多人 在香港是有一個苦路 就是我不懂、不喝、不玩都要上車 我一定要買回房子 因為我做無學蝸牛 一輩子都會繼續捱 而買房子 基本上就是自負 令到我有錢的唯一途徑 很多人有這個想法 當然不是全部人的想法 我只是在說 大部分人有這樣的思想 而這個思想也令到香港的樓價 就算是超出大部分人的負擔能力 仍然在過去10年都是穩步上升 我想在這裡也要提一提大家 樓有些人會以為是一個資產 樓沒錯是一個資產 但資產負債表裡面 你也要分清楚 資產和負債的分別 你那層樓買回來 你供完的部分才是你的負債 你還未供完 你那層樓還在的話 那部分都是負債 了解了資產和負債的分別 亦都要了解 income 和 expenses 這些都是會計學裡面的公式 Income 和 expenses 就是如果你買了一層樓 是租出去的話 那你就有租金的收入 那這個是 income 但如果你買了一層樓是自住的 而當中你要付出一些維修 差項管理 那些是一個支出的 那這些是一個支出的 為什麼我們特別要提到 這個asset 和 liability 還有為什麼要提到 income 和 expenses 因為這個是有關於財務自由的方向 那財務自由是怎樣做呢 那我以往都說過幾次的公式 財務自由是你的 passive income 要大過你的 expenses 而你的 assets 一定要大過你的 liability 所以這樣說 如果你是有一層樓的時候 在你未供完之前 其實你距離財務自由的方向 是遠了 假設你一個大學畢業 沒有多久的一個年輕人 那可能你背著的是少量的信用卡 還有學債 即是學生貸款 那這些就是你的債務 那你有 income 那這些 income 和你的 savings 加價賣賣就會算到你的 assets 其實如果你是未買樓的話 我相信正常一個人 他的asset 和 liability 正常的洗費之下 其實應該不會差很遠 但是當你買了一層樓之後 因為你有大部分都是做 mortgage 那裡就是一個貸款 即是說 他的asset 和 liability 的商距是拉寬了 這也是剛才我說的 你距離財務自由的方向 又會遠了 這只是一個concept 想你先明白 買樓是一個很大的 commitment 而租樓相對來說 那個壓力是小了些的 當然很多人會說 租樓就是幫人供樓 你浪費了那些租金 是 我明白 尤其在香港來說 你找一層舒服一點點 站立一點的租盤 可能已經是過萬的位置 那你才找到一個 像樣少少的地方 這個中金支出 已經佔了你收入的 可能五六成了 我就會說一說 所以是我自己的看法 這個看法 就不是代表所有人 也不是一個永恆的答案 這裏要先說 我的看法就是 我以前是避免在香港買樓 因為對我來說 如果我把這筆錢 這麼大的手期 這筆錢 放在一層樓裡 就等於綁了我 即是綁了我 綁了我 我要繼續供下去 接下來幾十年 但是我這筆這麼大筆的錢 可能 我有百幾二百萬的 這些手期在這裡 那我不如 在另外一些地方 買一層樓 或者做其他投資 當時我在韓國買了房子 就是連這個租約去買的 我記得當時是 好像是5%還是5.5% 大約這個數 就是這個中金的回報 我當時看就是 我不一定要把我這筆錢 放在一個很長遠的 commitment的liability上面 如果我買得起在另外一些地方 而那個地方創造我 被動式收入的話 對我來說是更加吸引 所以當時我就做了這個動作 這裡就是告訴你 你這筆錢是一個機會成本 你這筆錢放在這層樓裡 你再供幾十年的時候 你這筆錢的用途 就已經放棄了 是用在其他地方上 假設如果你是租房子的話 你把這百多萬 又放在另外一個地方 可以generate到一些收入的話 其實都是一個好的選擇 另外一方面 投資也可以有不同的選擇 假設如果你租房子 我就把我一百多二百萬的收入 我就不買樓了 我喜歡這筆錢放在股票 放在基金 或者好像我這樣放在海外樓 你就可以做到一個diversification 就是把你的資產配置 再分散到風險 這個資產配置在財務上 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簡單來說 你不要把所有的雞蛋 放在一個籃子上面 如果 你把你一百多二百萬 放在一間屋上 而你每個月 壓住你的人工 扣除支出之後 再壓住一大部分去供樓 而這筆樓在香港 一個地方裡 簡單來說 你把大部分的資金 壓住在同一個市場 同一類型的資產裡 就沒有做到一個diversification 另外一方面 你要租還是買 你都要想一下 你自己對市場上的看法 你自己相不相信香港的樓市 相不相信香港的市場 他們的liquidity 即將來你想賣的時候 你想離場的時候 又是怎樣的呢 還有你怎樣看香港未來的經濟 因為經濟是直接影響到 樓價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所以你都要看運股的經濟 在這個市場上 你自己對整個地區市場的看法 是怎樣的 有沒有信心 另外一個決定到 你是買還是租的重要因素 就是你工作的穩定性 工作的穩定性 其實不是說 你的工作是保不保得住房門 這是其一 第二 你自己想怎樣 你自己想要 永遠在這個公司工作 還是想在一個行業裡 我持續會打工 找一份工作穩定的去供樓 還是 不是的 其實我心裡很多創業的想法 很多想試新的想法 甚至我想去外國做事 我不想留在香港 這兩樣東西已經是 決定到很大程度 你應該買定做 將來收入來源 如果不是單單 只想在一間公司裡面 在香港地區裡面 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的話 其實我覺得 尤其是你年輕的話 就不需要這麼急去買樓 而對我來說 買樓是一個很大的承諾 都要看你自己的年齡 你自己的目標是想怎樣 每個人的生活目標不同 有些人是喜歡穩定 有些人是喜歡冒險 所以你要問自己想怎樣 寧願你是未想清楚的話 不如多拖一兩年再想 看一看自己想怎樣 可以先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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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到 像剛才Ring說 可以將它限制在30%內的 一個中金支出 不行的話 可不可以想一想 跟別人夾住租 還是不要理會 跟家人住 再儲多幾年前 我自己想當年在香港住的時候 書學學術的東西是30% 還有2836% 我自己就緊守這個守陣 因為我明白到 我不想破壞了我整個理財的計劃 理財目標 所以稀釋一點 有時你不可能是兩全其尾 真的要想一想 你自己是聖不聖受到這個支出 這個其一 第二就是 如果你真的決定不租 要買的話 我的想法就是 買什麼資產都好 你要用一個投資者的角度去想 投資者的角度 即是你要想 退場的時候是怎樣 一些好的盤 一些王者的屋苑 為什麼是王者呢 他們貴是有它的原因 但如果你用一個非投資者的角度去想 不要緊要 要先住住 照買吧 那個地方不好 即是那個位置 將來的利益 即買出來都沒有人買的 這樣 我就覺得 不如不要買 即是 如果你是 要逼自己買一些自己不太喜歡 也沒有什麼投資價值的東西 的一層樓 不如停一停地想一想 這個世界很大 香港不是唯一的地方 可以讓你去買樓生活的地方 所以就是局限自己的眼界在市場上 我覺得 放眼遠一點 用一個投資者的角度去買任何資產 對你自己會有一個保障多些 我希望今天這段影片幫到大家 只是一點點看法 就不是一個絕對的答案 因為每個人的情況 資金 背景和想法 都是有不同的情況 記得自己要做好功課 如果你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按LIKE 留言 分享和訂閱 下次再見 拜拜